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讲快些 今天是12月11日 因为我们今天会讲 总共要讲20只股票 因为很多读者是来问 首先第一次起恒星指数期货 今天起先有个反弹 慢慢又跌回来 始终我仅是觉得有一样东西 265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如果一天不能收在265之上 而还在265之下 之后还需要有一些调整下去 周线图上 今天是最后这周 接着就要看下个星期 我原先的预期 就是12月1、2个星期 会有所下回调 接着第三、四个星期可以向好 今天个星期已经完结 看看是否收到265之上 或者收到265之下 然后看看下个星期一 是否可以向好 还是向淡 周线图上 仅是受制于保利加通道的 是上通造 日线图上 后面就看到下降到底下 之后就有少少反弹 试一下中族 中族的位置 现在是26553 很重要 26553 现在是26507 今早前试过又上过26553 等等 始终去了 你过不了就过不了 现在也是奔逐 好了 洛总是问 这次是闽适 闽适的情况之中 很简单 到了今天13点的时候 它的时间 大手买卖两省 含冷水冰斗海军 之前的几天 还有一些少少 大手沽 不放少 大手买 资金方面 从之前在进入的话 现在 幸好沽的流出已经减少了 在這個圖形上來說,這個周線圖很簡單 一定是見頂,然後慢慢試試回落 我估計它應該會反覆趨下 試,這個是通道中軸的 它由15元上升到這個位置 好嗎?不要聽,已經升了這麼多元 下回來一點點,試回這裏調整一下,好嗎? 所以沒有問題 如果有貨的,可能需要考慮現階段是獲利 沒有貨的就不好了,就要觀望 支持阻力位,一眼見光,不用說 再其次,日線圖6個月,下回來之後 試回保利器通道的下軸 首先留意一件事,這裏是慢慢有彎 如果它彎下來之後,不好樣 如果它不彎上去,下個禮拜不彎上去 下個禮拜還滑下來的話,那就對不起 真的要去找這個31元那裏 中國海學發展,688 一直很多人都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股票 因為第一件事,它又不欠錢 又要搭水 所以問題就是,你公司搭水是沒有用的 所有投資者,放不放水給你是重要的 起碼過往那幾天,有個好處 就是投資者大手買你多一點點 但是,今天去到這個11點鐘 就比較上面,沽的多一點點,買的少了一點點 當然,我們只是去到11點鐘 去到這個下午4點鐘,又未知道怎樣 在這點,中國海外去到這裏 暫時似乎是,傾起底下 正在做的是底 周線圖上面,在這個位置 好了,日線圖似乎是一個底 這個是高低底,可以是高低底 智能最主要是以後,一定要咬上去 今天是有少少微升 我覺得它博它,因為它已經回落了很多 這個周線圖,由29元到現在17元 不見了10元 起一點,完全是有這個 盈利也好,市盈率也好 好嗎?不要聽 喂,3.9而已 這樣的時間,在這點裡面,我覺得可以想一想 中國鐵塔是一隻十分之鼠銀傷心的股票 不過,今天,哈哈,你看看 大手買的多厲害 哇,6019萬,6千多萬 當然,昨天還有些什麼 沽的粉紅色被人壓了一邊 因此,今天,就彈一點 因此,在這裏,以前都說了 中國鐵塔可能要去到過一,才有支持 現在差不多了 因此,我覺得可以在這裏,賣一點 你又不要看太多 看著,先去1.28元,或過3元 那你說,會不會日後,上去很多很多很多 2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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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 以至於過10元 有的,有的,有的 不過,等下 真的要等下 因此,始終到日後 萬物互聯的話 所有經過電訊等等的東西 是多了的話 特別是無人自動駕駛多了的話 當然,無人自動駕駛 這輛車出來才行 在這時之中,你找得到 就會是很簡單 真真正正,不說得少 記得,有一件事 以前有一隻是百號仔 不是被人收購之後 不是被李氏家族司 又罷了那隻百號仔 以前大東電報股的百號仔 那隻是甚麼 孤兒寡婦股 是藍醜來的 為甚麼?因為有人打電話 都要經過他 所以他一定是摩登時代的話 你現在來看得到 你有沒有找得到 你現在買米的錢 以及給電米的錢 哪個多? 即是我說已經給電訊商的錢 你找到給電訊商的錢多嗎? 你不是吃那麼多飯 不過你打很多電話 遲少少 每打這個中國電塔 都打個電話 你都收到錢 那你就很發達了 不過當然 唯一的影響是甚麼呢? 阿爺說 你收得太多錢了 你要服務大眾 減半 也都可能這樣 在這個情況之中 真正沒得說 好像這個疫苗那樣 西方疫苗就說 我出來之後還不大賺特賺? 好像第二隻偉哥那樣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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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現在心臟是搭橋 橋架 以前你去做的 是萬多元 現在阿爺說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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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厂家真是一颗眼泪 不过我做这个是病者 我真是笑到见牙不见牙 中国哲撻现在到这个位置有少许支持 这样我就想说 中华梅熙 我们看到 今天似乎买东西的人是多了少许 因此很简单 这个周遷图 周遷岛的见顶是下来少许 真日线图上面就有少少看下去 虽然它仍是下来的 不过我估计 它应该希望在这些位置做到支持 如果这里做不到支持 就死火了 那你就要看回下面 在这个11个多 当然也不是很多 不过仍然是有四毫子 真正的四毫子 四毫子不少东西 在15元来说 差不多成一个5% 这个是日线图上面 华阳电力 有位婆婆 她说70岁 她说买了很多华阳电力 以前想着她去收息 等等等等 现在很高位买了 现在这样下来 怎样解决呢 很对不起 因为现在的价位 和你买的价位 差了差不多半岛 斩了半岛 那你怎样做呢 暂时只要拿着它 因为华阳电力起码 还在派7厘息给你 当然今年会否派到7厘息 不止 不过也希望她派到1厘息 电力股呢 我又觉得迟早会上回去的 所以我就劝iva 即是我觉得 菠花你 如果不是很需要投资的 就不要沽了 凌 läng 한데收息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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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到她上回去 上回去 便是还是一圈 逗留 commented 現在仍然有些東西要落下 由於你繼續落下,拿著它要收息 算了,沒有法子 匯豐也是這樣 起這一點,如果沒有買的話 就不要買了 如果不是的話就沒有法子 因為電力股市盈率只有5倍多 你真是想怎樣 派息是派5毛錢左右 派息派5毛錢 你現在派7元,派5毛錢 如果它跌到5元的話,派5毛錢 派成10厘息 中國海洋石油 中國海洋石油很明顯 今天又多了少少人去買它 因此資金流入又多了 不用想你們也知道 當然是彈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用看,一看到資金流向 你就會知道它會不會彈 所以看經濟通,資金流向很重要 你要問我,為什麼它會升 我就告訴你,有錢進 只有這麼多 石約集團 石約集團 今天都有錢進 今天有錢進 以前都是這樣的情況 你現在要這麼多 你現在要這麼多 跟昨天那些就打和了 因此對比上來之中 你就不會有太好的表現了 我覺得石約還未賺完底 我希望它的支持 在7.1度 如果7.1跌穿了 十分之不好 7.1跌穿了之後 就真的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看看 如果有貨的朋友 留意著7.1跌穿了 知不支持得到 好嗎 那你派息是怎樣 又不是看得太好 那你現在知道的市盈率 也相對是偏懷疑的 那起這一點 有貨就不好 就是要認真看看 中國性目 我以前有推介過 推介過之後 升了上海又跌下來 下降下來之後 很簡單地說 在這裏推介過 5毛幾也推介過 然後上去之後 然後現在下降下來 來到這裏之後 一中逐它又彈上去 我始終看它一樣 遲一點點 它都會上去 當然 你要給它 就是要看看 它現在看它有沒有盈利 接下來公佈那個年度 假設如果有盈利的話 那就很不得了 是可以去到8毛錢 依資更高的 要記住 這隻東西 蒙牛 是行使這個應股權 是將它 以前借錢給它 即可換股的債 它就不要錢了 蒙牛 要回股票 很明顯 它是真的會有些事情做到 這個詳細一點 我就不再講了 因為中國 與業的轉變 遲一點點 可以給大家看得到 是真正很不得了的事情 這個是短線圖 日線圖 這個兩個月的 今天是看得到有些反白 宇宙集團 你看到 今天沒有末大手買賣兩閒 大家認為它的股價會怎樣看呢 跌 一樣都是這樣 反之這裡應該還是趨下 支持位要建2.7 和這裡大約是1毛錢的差異 很簡單的 市盈率真的很低 不過低處呢 你又怎樣呢 當你的息不多的話 是真真正正的 不是太行的 你又說它又不是說息真的不多 現在它真的每天派資是3毛錢息給你的 那你的股價只有2.8 那你的真正不要這樣說 所以去到某些東西之後 你最主要就是 你要看一些人的資金 肯不可以跟進這些股票 有網友就問 這個共方類業 很簡單 這個已經說到 說到爛 炒到爛 是不是 大家都找得到 那資金呢 慢慢開始見到 是流出的 因此你都看到 那股道股價將會怎樣 那 在這點裡面來說 它呢 基本上我認為 它在現水平是整固的 那 你進這裏來說 你找到這一點 市盈率 不開玩笑的 219 它派息呢 3毛錢 派息3毛錢 即是它賺資只賺2毛8 派3毛錢給你 哇 即是 就是刮肉養股東 它派3毛錢 我們看看 宇宙又怎樣呢 宇宙都派3毛錢而已 還派資只賺3毛錢 宇宙的股價就是 2.8 市盈率呢 就是3.3倍 但是為什麼會是 公共利業可以這麼厲害呢 因為 起風頭火勢嘛 所以起風口之上 有風吹那一豬都會飛天的 因此 起這些股票的話 到這麼常刻 真真正正去想想 可能見好即收 它可能還會升的 不過 每到這些高位的話 始終真的要小心點 留意一下 它219的市盈率 接著也有網友問 中國有息抗業 有息抗業 這幾天全部都有 這個是錢流入的 你既然有錢流入 是什麼錢呢 完全沒有大手的 全部都是散仔的 那散仔這麼勇 這些勇字派會是怎樣 當然我們說沒有大手流入 可以有一件事 可以有一件事 就是怎樣呢 就是大戶拆散了 用衛星 用了很多其他東西去做 所以對這隻股票的話 我就覺得 真正不要這樣想 真真正正 你高手力才好 要好好去做 因為成交很疏落 當然 如果你不怕的 又想要賭一局 兩元而已 便宜過買六合彩 那你就賭一下 真真正正的 不小心 這些是可以賺錢的 你看他這裏 他由這裏過半的話 都去到這兩至二 那便賺了25% 那這裏我只能說 適合賭性重的人 可以去看看 魅盟集團 魅盟集團 曾經當然是炒得很厲害 那裏有些資金有很多流入 現在已經流出了 那最近呢 以今天來自的資金 是少了少少的 過往這個是22% 大手的 那即是今天 一只去到11點 只只去到10% 我暫時不知道 有什麼情況 要看完一下 整體去到高位之後 打橫行 即是其實整固的格局 高位之後 打橫行 整固格局 市盈率是62倍 但是始終還是沒有派息 沒有成 今天是稍為站在中族之上 全部都是橫行 所以可望 可望 可望淡 也可望好 不過由於 它已經在高位回落了下來 所以可以拼它一轉 是否可以再做高一點 做到大約12元這個位 即是11.8元 12元的位 中國旅業曾經炒得很風光 最近的資金也是差不多 近日這兩天 流入的資金比較多一點 因此 股價之前就會上去了 在周線圖上面 不過現在這裡有到阻力 就慢慢試下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它會在這裡做回 試回來中族 應該還可以有一次反彈 若然這個反彈的話 可能在這裡可以想想 試一下可不可以上去 是先下回來兩個六 然後再吸納 然後再彈回上面 可能是三元雞倒 這個情況 有隻叫威勝控股 威勝控股呢 全部都是散仔鬥散仔的 散仔鬥散仔的 散仔鬥散仔 散仔鬥散仔 所以這些就是 大家都是 這個就是 沙地踢踢踢 踢交波仔的 而已 來到這裡 已經出現 似乎 是有慢慢 是有整固的跡象 有這些 調升上去 因此 如果當它回落兩元 可以想想 是不是可以吸納 當然 亦都有一件事 這些講明 都是要高手才可以好好做 因為這個不是我要介紹的 是網友要問的 我問你 你自明認高手 你就做 好嗎 我只是給你一個建議 就是這樣 派兩毛指息 不少 兩毛指息 如果過往的話 現在你都兩個一而已 兩毛指息 你想怎樣 真正 是不是 賺你兩毛八 派給你兩毛三 派息比率去到84% 通常這麼笨的東西 我始終有點擔心 起這一點 不過無論如何 最重要是你肯炒 假升就可以了 朋友問一個 京東健康 京東健康很簡單 剛剛新上市 沒多久 起這一點 日線圖什麼都沒有 只是小市圖 它升了上來 1 2 3 超 跌回到這裡 然後慢慢地上去 我估計它到這裡 可以慢慢做一個 抽上去 因為現在所謂健康股 含冷都是時令股 因此 在這一點 就可以想想它做一件事 抽上去 在這個抽上去 沒法指 目標就是1.25 指示就是1.12 現在就吸納 1.14 去吸納 上面就看這個10元左右 下面就虧2元左右 看看怎樣行不行 長飛光纖光纜 曾經一個時期之中 很風光的 不過你一見看到最近 全部都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資的話 你去看這張圖 你都知道跌了 有些跌倒 真相跌倒 媽媽都不認得 那麼 他派三毛指 現在是9個多 市場率是7個多 在這一點來說 你說都很划算 我自己覺得 我看不到他的支持在哪裏 看不到他的支持在哪裏 所以我變得很簡單 支持在哪裏 不知道 目標不知道 指示不知道 因為不敢買 有榮昌生物B 在這點裏 都是這些生物股 當然這些都是 慢慢現在 全部都是只剩下 周線一年圖 只剩下這樣堆堆 好 月線圖兩個月 只剩下這樣堆堆 你找到 我就覺得 可以還是看好些 因為上去之後 下回來 就是橫 應該可能還在浸 可以湧上去 股 可以湧上去 在這點的時候 目標就是77元 現在71元 大約有6元 雞腦收拾 主時就是67元 3元 這個7元 大家又看看你博不博 又是一個康基醫療 因為最近很多醫療股 現在 之前過往 還有一些大手的搞 今天到了11點 未見到大手的蹤影 不過似乎 資金的流向 就有些跌 提提 不是太好 因此 全部都是這樣向下 也是一樣 官網 都不知道怎麼好 不知道怎麼好 不知道怎麼好 因為周線圖 日線圖 兩個月之後 都還是這樣 所以在這點裡面 不是高手 不要搞 好 中國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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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隻 妹仔股 始終是被 中國人壽 平安保險 全部都押著 因為它只是做財產 這一塊 財產這一塊 暫時來說 中國 還未成為一個趨勢 可以買財產的保險方面 看到最近的資金流入減少了 因此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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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都不需要說那麼多 很多東西等等等等 它賣樓應該都是還可以的 最近流入的資金 是少了一點 不過 這些老牌股 不是太大問題 最主要就是 它可不可以自己本身 有到自己的支持 它現在試了這個通道之後 下來試的底部 開始慢慢想移動上去 這個是中軸那裡上面 若然這個移動上去的話 可以的話 上面就看可能是107度 當然是否真的看107那麼少呢 暫時不知道 因為現在的阻力就是107 衝穿了阻力才好說 衝穿了阻力之後 上面看多少 沒有問題的 再看1110 114 都可以的 因為最主要看的是 它現在的市益率 都是12倍左右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老牌的地產股 12倍市益率 真的不算太高 一般以前的話 都可以做到14倍 15倍 這樣的情況 因此 起這一點 是可以想想 再跟著講講這個表 這個表的時候 不需要講 已經賣了單計數了 金絲瑞科 這是止蝕價 止蝕價 11.5 現在見過現價11.46 Cut loss 不見了4.5% 吉利汽車 仍是倒閉在這裏 所謂的止蝕位 目標位都在這裏看得到 如果中石化油幅 暫時仍是倒閉到少少 上面再看一看 看一看是怎樣 在這點裏 我們這個表遲少少 每兩個星期 一路就移出去 每兩個星期 將一些舊的 勾出去 未埋單的 就留在這裏 埋了單的 就勾出去 免牙位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